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提高信用分数间接的为你将来买房买车等省下来一大笔钱 一般来说个人信用记录的保存期限是7年 但一些重要信息则会被无限期保存 因此实信的后果形象非常深远 既然信用如此重要 那美国人的信用分数是如何产生的呢 如何查询以及如何快速的提高自己的信用积分呢 信用分数又是如何计算的 在美国积累信用分的官网有三个 即Equifix and Experience and Change Union 下面就用详细介绍信用分数是如何构成的 第一大组成部分就是还款历史 这个占比35% 这是银行最看重的 主要包括信用账户的还款及逾期还款纪录 如多家银行信用卡 百货公司 联售卡 分期付款等 如果偿还历史越好 没有预期还款的记录 对信用分数提高越有帮助 第二大组成部分就是欠款金额 占30% 这里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仍需要偿还信用账户的总数量 仍需要偿还的分类账户数量 信用账户的余额 总信用额度的使用率 使用率等于信用账户的余额除以总信用额度 使用率越高 信用机构会认为您的风险越高 所以一定要及时还款 见低使用率 使用率最好控制在10%以下 但不一为零 这一项需要尽量保持较低的数量 70%以下为最好 也不能把所有的钱都还款 这样也不利 但如果你的总的信用额度太小 也不意味着你平时不能刷太多的信用卡 只要在出账单之前 即时还掉部分款 让账单上的最后的欠款 有了一种的信用额度之比 在10%以下就好 另外使用率是总比例 缤分每张卡都要维持一个好的使用率 反而最好是只让两张左右的卡的 越界当中大于零的余额 剩下的部分款都在单月初账单前还清 因为影响信用分数的不利因素之一 也包括了太多的卡有欠款余额 及太多账号都有刷卡记录 此外使用率不仅仅适用于总的额度跟欠款 还适用于每一张信用卡 另一个组成部分就是信用历史 这个占比15% 这里有时会分为最长信用历史和平均信用历史 能够提高信用历史的方式只有时间 总体来说信用年限越长 信用分数越高 信用历史一般是从你的第一个信用账户开始算的 所以每一个人的第一个信用账户极其重要 而且可以的话一定不要关闭 信用历史长度是从最早的开卡的到现在的日期 同时也包括了你的所有卡的平均长短 所以你的第一张卡最好申请没有量费的卡 然后一直不要取消 这样有利于增长你的信用历史长度 不要申请没用的信用卡 如果真的有没用的一两张信用卡 你可以不用这些卡 当很久没用这些卡的时候 信用卡公司一般会自动取消你的卡 但是你的信用分数不会受到影响的 但是还是将于持第一张卡 将持每个月刷一点点就好 身边有成年孩子倒可以申请信用卡的年龄 将于尽早为他们向申请Secured卡的 然后等六个月以后可以正式申请第一张信用卡 这样就可以为他们的将来积累最长的信用记录 另外一个组成的就是新开卡占4% 在每次需要申请新的信用账户时 需要对申请者的信用进行一次查询 在这段时间内开设大量信用账户的人 信用机构会认为风险较高 因此信用分数也会把新开信用账户数量 新开账户的账户年龄 目前的信用申请数量等等列入评分标准中 也就是会产生一个Hardpool Hardpool一般两年会被抹掉 Hardpool的意思是查询信用报告的要求 每申请一张新的信用卡或者贷款 都会留下一次Hardpool 无论通过与否 Hardpool的记录只会保存两年 Hardpool数量多意味着你需要更多的钱 反正银行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Hardpool会见底信用分数 因此没有太大好处的积累卡 不要申请 好卡也请有节制的循序渐进的申请 信用卡总类占比10% 信用账户包括了银行发的信用卡 白货公司或者品牌的储存卡 金融公司的分期付款 房贷车贷 若有更多机构愿意提供信用账户给你 说明你的信用很好 在美国并不是财务状况好 信用就会好 长江的FAC分数在300到850之间 分数越高代表用户信用越好 申请信用卡或者贷款都更容易获得通货 并且更容易拿到更低的利息或者是其他优惠 如果申请人信用分低 就算收入再高也有可能无法申请贷款 一般得分大于660可以获得贷款 大于700分保证获得贷款 信用分低于660很难带到一般性贷款 信用分越高利率越好 信用分每提高20分利率可下降0.5到0.75 740以上利率都是一样的 贷款公司这样做的原因是 信用分低的人贷款风险较高 所以多收一些利息 这也就是说美国富人越来越富 穷人越来越穷的原因之一 如何查询自己的信用分数呢 信用得分和报告主要有三大信用报告机构 Equifax, Experience and Trend Union生成 都有免费查询或者免费获取的网站和方法 根据美国两班法列 消费者每12个月有权从每个信用报告机构 获取一份免费的信用报告 政府授权的指定获取网站是 www.annualcreditreport.com 下面呢是一些在美国常用的 免费查询信用分和获取信用报告的网站 第一个呢就是上面说的 annualcreditreport 这是政府授权的网站 每12个月一份免费的creditreport 单查信用分数都有收费 一般是7块9毛5 信用报告呢很清楚的告诉你现在拥有的信用卡 以及房贷和个人贷款的信息等等 如果有人盗用你的信息申请信用卡呢 你在报告上面都是可以看得到 因此有必要呢每年查一次 第二个呢就是creditreport 这个查报告和信用分数都是免费的 每周一次免费查询 creditreport提供的是圈子union和equitfix的分数 第三个 creditreport 每月一次免费查询 creditreport提供三家的分数 其中呢圈子union免费 另外两家分数需要收费 第四个呢就是同时多个信用卡公司 也有提供免费发考信用分数 如确实 然后American Express,Discover,Bank of American,Capital等等 直接登录到自己的网上账号即可看到 Discover卡个人觉得最简单 每次账单都会出现你的file口分数 如果没有他家信用卡 也可以去网站creditreportcard.com免费注册下 即可免费后的file口信用分数 那上面说了信用的组成部分 然后以及如何查询 那我们现在关键的是要看看 如何提高个人的信用分数 那第一个呢就是尽早申请第一张信用卡 只有应用第一张信用卡后 个人的信用记录才会开始积累 首先呢第一张信用卡是为了帮你积累信用历史 并不是为了让你拿到更好的福利 所以第一张卡呢 一定要申请没有养费的信用卡 因为你要长期持有它 不能关卡 如果你把它关了 你的信用历史也就断了 对没有信用历史的人 可以有几种办法 如果是学生的话 可以根据当地学校的政策 试一试各个银行的学生卡 如果是成人的话 在自己开支票账户的银行 例如Bank of America申请会更容易一些 除此以外呢 最后可以试一试Security Security卡 是自己要相交一定的押金 才可以帮你信用卡 但是信用卡的使用和其他信用卡一模一样 除此之外呢 一次不要申请太多信用卡 申请一轮以后隔几个月再申请 否则很容易被拒 申请的时候啊 要用你在美国居住的地址 收入呢可以把奖学金学费等之类的收入加进去 有的信用卡会有额外的条件 要求申请人士公民或者绿卡等等 具体的办理方式呢 可以去银行咨询 最好保留申请的第一张信用卡 信用卡的持有时间越长啊 就越有利于信用分数的增加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应在还款期前 或者是当天准时还款 仅以呢设置自动还款 信用卡每月额度尽量保留一定的信用额度 一般而言呢如果能保持每张信用卡的使用额度 于总使率的10%以下呢 就可以对信用分产生积极的作用 尝试申请分清付款贷款丰富信用历史 第三个方法呢就是控制好新开信用卡 或者申请贷款之间的间隔时间 在6个月或者1年以上 第四个呢就是合并信用卡账付 在积累一段时间的信用分数后 发现自己的信用卡过多怎么办 这时呢你可以考虑在总信用不影响的情况下 将同一个信用机构的新卡辨入旧卡 这样有利于增加平均持卡两项 间接提高信用分数 第五个就是定期查询信用报告明信 利用信用卡福利留意自己的信用卡分数变化 第六个呢就是重视报告上出现的负面记录 想办法尽快解决 用一份良好的信用记录 也许暂时看不到带来的便利 但你要买房买车贷款 即参与其他金融信贷等交易 就会发现信用记录的重要性 就会发现好的信用分数会把你间接的省下一大笔钱 大家只要做好以上方面呢 好的信用分数值得可待 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 我是Joyce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请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